英明 關懷英慧心苗靈 那是台灣英明 願望成功苗底勝 那是台灣英明 願望成功苗底勝 英明 日月 日常生 英明 日月 日常生 可惜天理難分明 若有真聖鬼谷子 一出天下定太平 那麼無量受廟之聖王三老主 各位維新聖教 大凡寺 八斗道堂 及所有賢師同修代表 今天我們共修 我們的主題 就風水學三十則 一項就是堂舉環境 堂舉環境非常的重要 一代 第一代 花明堂 有二十年 陰宅 陽宅 就是明堂為重 尤其是環境 最重要 環境的好壞 一代 就決定這家公司 這個家庭的前途 曾經我們有一位老信徒 四月做得很好 四月做得很好 他的房子改建 屋後改建 把所有的亂七八糟的放在前面 前面是他的自酒空地 這就是明堂 開始呢 家庭不和諧 四月亂遭遭 然後員工開始打架 訂單被搶 公司幾乎活不下去了 他來求老祖 到底他什麼原因患了 在這個環繞 我就跟他用意補掛 因為我沒有去嘛 在桃園 我在台中 我就想到說 秀才不出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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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諸天下事 那我們就用意 秀才不提 讚譜 秀才不出門 秀才不出門 所以我就 試看看 我就用意補掛 掛補出來 就秀才不出門 破 剋 四遙 這個表示說 皇子前面 破了就亂七八糟 來剋家庭的中宮 這個話就是山水門 營動了去子孫寮 法師孫月 月破 月破咧 這雜亂無章 法師孫月破咧 這個 你吊什麼呢 他就後面的房子拆掉了 放到前面屋前 一個沒有事 結果發生了這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老婆就一直罵他 在旁邊就罵他 叫你趕快清除 你說慢一點再來清除沒有關係 緩衝自己的地 自己的地是你的名堂 所以我鼓勵同修 一定要修好學好 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啊 問我怎麼辦 很簡單嘛 槍得清清掉嘛 槍得清要花不夠錢 你屬於總敗氣還要花多少 這樣一來呢 頭腦都全部都混沌起來了嘛 想也想不通啊 所以你回去趕快去請人 要花一點錢清掉了 過了一個月來就會笑了 我說你怎麼樣現在 哎呀好奇怪 清掉了耶 什麼事情都好講 這個就是風水學的奧秘 環境學 所以政府在提倡環保 是為全民的利益耶 我們不要說 哎呀政府你好囉嗦來干涉 是政府 官聯 來幫你指點人生快樂的方向 我們不只感恩 反而壞政府的這種人很多很可憐 所以我們要懂得風水學 的奧秘 場景環境要清淨啊 祝福各位 各位 各位維新賢士及各位時光散秘士 掛像出來了 朱雀 朱雀洞 就是屋前 朱雀就是士輝 而若是白虎 動了 動搖 必有雪光 而 若是白虎 有雪光之災 有雪光之災 選舞動 犯 倒極 这个很重要 我们没有学艺经 你不知道黄焕未然 曾经有一位老信徒 他的皇子 就是屋前 他就去买了一个石头 很漂亮的石头 放在庭院的湖边 就是 他放在湖边石头 它这个石头很漂亮 从花莲买过来的 这个是白虎 白虎 白虎洞 雪光 白虎洞 孩子开始打架 打到平坑 他就把妈妈 他猜猜猜猜 出去就跟着打 到学校就打 来求老鼠 开始到底为什么原因 我就 捕一个挂 挂出来 就是白虎洞 来克四窑 那是雪光之灾 这一位信徒 他说他到花莲买了一个很漂亮的石头 家里 前面庭院 右边可以放 排在那边 不知道这么严重 问我怎么办 把他移走嘛 移到别的地方去嘛 他说我很喜欢做石头 很漂亮 文路很漂亮 那你看哪里还有土地可以排 他要排到这边来 门这里进来 还在这里 也不行 那石头很大 还这里门是内门在这里 出来就碰石头 那个肚子会长瘤 在右边 白虎握拳 那 家里不和谐 孩子很凶 喜欢打架 一直在问我 有什么方法可以破解 我说无解 没有办法 不然你去请名师帮你排解好了 你孩子重要 或是石头重要 他说我当时孩子重要啊 孩子是活的 石头是死的 头脑我有问题耶 那好了我移开好了 又把他送回花莲去了 这一位信众 非常无奈的 我说你喜欢可以常常过车子开着 大花莲去欣赏嘛 所以我们用意 一经 你就可以了了分明 家里不如意的事情 你可以用一经占谱 你可以占谱 羊仔吉凶 他的占 运 士 吉凶 羊咬 洞 客 士咬 杨仔 有你 来 阴咬 动了 这阴仔 有问题 非常的零 羊仔问题出来了 你再分战 租车 住家 风水 吉凶 还占 公司 工厂 风水 吉凶 辽辽 辽辽 分明 所以 有人说 他又有通灵 我的通灵 所以我们老祖 传给我们这个道 妙华 是让我们保护自己 不伤害他人 然而可以帮助他人 这个即使我们 学到 保护自己的 一个要领 祝福各位 各位 维新闲事 及各位 时光 散诸事 本维新 政教 一经大学 所学的 所传授的 华 是中华文化道童 古致金用 很多人 不愿意传的 因为怕大家 花财 这种想法的很多 但是老祖 就是要大家花财 大家平安 所以才倒架 持航 传授 中华文化道童 一经 风水学的奥秘 给各位 作为保家 保身之用 尤其风水学 第一代 花明堂 这个口诀 非常的重要 你们看自己家 看出去的明堂 你就可以了了昏明 风水好坏 若是 明堂前面对出去 有污集 对出去 有污集 就是朱雀 哈克 中宫 有关灰 官司 破财 心脏病 这个非常的灵验 在台中 风延 高中在三十年前 风延高中 把大门出去 刚好人家的香菇寮 都是火星 这个是卯山 做东向西 大门出去 对着全部都是 火星 来扣校门 扣中宫 那时候 校长 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学校在先 后来的明堂 堂局 就 有这个香菇寮 好几十个 结果年龄一道 海马卫 山下 学校的大礼堂 里面学生 在 集会 大礼堂 上面 塌下来 压死了 二十几位 小孩子 把这个风水学引起的 所以 我们要 办学 工资工厂 住家 风水学 你懂了 可以保护自己 不伤害他人 过来 风原高中 的大门 我就要他 改到 这边来 改这边来 这水很漂亮 堂局也很漂亮 这边就 轰掉了 改这边来 那位 王校长 他 改到这边来了 平安 那这位校长 王校长 现在在我们台中道场 我们的班 在上 一起来修 八十几岁了 很高兴 他疏忽我有机会退休 还来这里 当工德会 当工德会 支会长 每天 可以 去招募 会友他的朋友 跟他们聊聊天 老了 比较不会 出带症 很快乐 他来上课读了之后 才知道风水学 那么的厉害 那么这个风雨高中 这个外大门改了 是由我们台中道场 住室员役法师 来问我 那怎么改 我说 山不转嘛 路转路不转人转 人转要有智慧来转 你把他请学校的大门 开到南边来 西边不要再出入了 以后就平安了 这个是唐局 所以望出去 有乌吉萨的 关书是非 两个乌吉 三个乌吉 尖尖的就有灾难 所以在台中 我们好多学校 面向出去邻居 走林右寿的 屋宅 对出去不好的 有煞气了 办学很辛苦 家里也不平安 学校也不平安 学生也不平安 这唐局的姿美 和唐局的凶杀 我们一定要来学 你才不会吃亏 祝福各位 各位 各位微信闲事 及各位失望三知识 风水学 是环境学 尤其我们住家出去 的环境 非常重要 无论机关团体 外大本的环境 一定要符合风水学 不符合风水学的要领 事业经营会很困难 家庭要平安也很困难 前几天 我到高雄道场 要上课前 到屏东 到高雄 其山 其山农工 学校 校长要我去 看他们学校 要修建 结果我到 校门口 先看明堂 这个校门 在这里 先看明堂 这里就有吴许兴 其山的 吴许兴 吴许 出贵人 出将帅 出元帅 出将军 我就跟校长说 这个学校很好 地理风水很好 我们出去了 和吴许兴 来相对 和将军来相对 你们学校会出将军 我说有了 有了 这几天 出了一位少将 还好几位 去读官校的 都一直爬上去 所以你看了 唐局出去 就可以知道 可以了解 他学校的 学生前途 工厂也一样 住家也一样 唐局很重要 那么学校 校长寿在这边 这里对着 也是对着这个吴许兴 所以地令人节 地令人节 没有风水的地令人节 有好风水的地令人节 没有好风水的 出的学生 一塌糊涂 都很多 在二十多年前 台北 一首国中 这首国中 校长是我们二届的同修 要去那边上任 担任校长 他要我去看 我去看了 哇 学校 风水 也错了一套糊涂 我跟校长说 你这个 学校的第一 校长是 出来就是公共措手的门 所以校长的座部门 几个月就换了 不然就办退休 不然就生病抬出去了 校长 校门口 对着民宅 我说你这个校门 会出一些 孩子喜欢打架 出大胃的小孩 然后师父 有啦 学校 学生 常常被击忽 也跟外面的学校 学生呢 在成群绝对的去 搞一些 乱象 当时轰动一时的 杀人案 就是学校 让学校出来的 那个代表还有好多好多的学生 我说你既然 有学这个风水了 那你就先把唐局改善 大门 这个门 这个门 然后把外面的气挡住 你校长是要换肩 换个方位 就会平安了 所以我们这个同修 吴同修 他就 校长是马上改 外大门马上 请家长会来 商量 由家长会花钱 那时候是苏贞昌 当县长 就争取一笔经费 拨了经费给他 看了好 赶快改 把大门 改了 把唐局 不好了 环境不好了 把他修正 到现在 现在学校都很平安了 二十年了 这个唐局的环境 非常重要 那个学校 原来出去对面的商家 放了很多 渣里渣巴的事情 那个会气雾 所以学生 自然心就乱了 老师心也烦了 这个就是 风水学的奥秘 该清楚的清楚 该改的改改 所以我看过很多学校 都自认为我是教育单位 高等学服 结果一塌糊涂了很多 所以风水学 非常的重要 环境 环境学 更加的重要 所以好的环境 做益 英才 不好的环境 那乱潮潮的环老师 接着而来 各位同修 大家要注意啊 祝福各位 维星电视台各时段 各位维星闲事及各位时光善知识 学校的堂局 关系到学生的心性和学生的平安 与老师的平安 台中大理国中 台中大理国中 原来 是现在我们的 保重学艺经主任 林松校长 办学办得很好 所以他又被调到 大理 有一个光正国中 新学校来建设 一切遗照风水学 来建设 老师 学生都很平安 但是 林松校长 把他成绩分好 就被调到 光荣国中 光荣国中 学校中庭的环境 中庭里面 铺了红色的地砖 整个心浮气壮 学生心浮气壮 老师也管不了 所以林松校长 很烦恢处说 县长要他去 接管 这首国中 但是国中在 中部 不好管理出品的 来问我 来问我 我说 不好管你才要去 办不好你才要去 这是光荣一见 你去了 我就会去帮你忙看看 结果去看 整个的中庭都是红色的 学生的心怀气壮 人的眼睛手看到的环境 会反射到 人脑的第六意识 我说校长 你把中庭全部 把他 以最快的时间 把他漆 绿色的 不是蓝绿的问题 绿色 环境学嘛 那好 我最快的时间 把他去 白颜色改变掉了 学生稳下来了 老师安静下来了 家长 也很和谐了 所以 他的升学历 变成台中县 升学率最高的 原来是最低的 变成最高的 环境好 学生心境和谐 老师有信心 相辅相成 那么另外那一首光镇国中 他办得很好 他离开了 到光镇国中 光镇国中 他们家长会 非常的热心 所以就是 栽了一大堆的石头 在学校里面的堂局 栽了一大堆的白白的石头 认为好看 当着景观 结果就是白虎 白虎 昂头 握拳 孩子开始打架 孩子不平安 新的校长 到学末市找我 我好了 我去看了 我先扑个挂 结果白虎动了 白虎动就是 堂局白虎边有问题 我再去现场看一下 结果就是乱石 乱石 学校不平安 跟学生打架 把家长会 和学校对立 弄成乱操操 我去看了 我说哎呀 业障 你把他移过来 这堆石头移过来 那就好了嘛 赶快移 请工人来移 搬到农边来 学校稳下来了 老师也平静了 家长会也 和学校呢 关系就好起来了 办学就好了 所以堂局的风水 关系到大局 内明堂好 家里和谐 外明堂好 外局好 和外界都会建立友好的关系 这几次风水学的奥秘啊 这个是很简单的 远走 希望各位同学们 老老记住 自己不要去患上 亲朋好友 有这个不如法的 你可以跟他建议 让他能够平安 那你就神佛祖书的化身 功德无量 尤其我们工厂 他常常因为要出货 他人要出货 那稍微东西呢 就堆在这边 这种公司 他呢 四月 越做越冷淡 越衰退 你们看到了 跟他建立 你们这个 真的不要乱堆堆在这里 会影响你们的事业 要堆 移到这边来 那就好了嘛 那叫做扭转乾坤 你说功德无量耶 简单的动作 可以做上很大的功德 一般人忽略了 要采取方便 结果方便反而变成不变 这我们要注意 所有大众也得要注意 保护自己 不伤害别人 不拖累他人 然而可以帮助他人 这是风水学的奥秘 祝福各位 本段节目由 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 互持播出